热血,港媒在超市撞见一同出来逛街的郑少秋和关金华,十年五十四岁的关金华,咋吧,依然火烂,一身白色西装上衣搭配黑色短裤,露出一对白皙纤细的长腿,十分有职业女性的风范,对于女十多岁的年纪,关金华保养的算是很不错了。 再看看旁边的郑少秋,保养就没有关金华得当了,几十年来都没发胖过的郑少秋,如今居然凸现出了一个大肚奶,四肢还是一如既盲的瘦肠,这个啤酒肚真是有点会形象。 比起以前那个风流倾傲的秋冠,郑少秋看来要好好锻炼一下了,虽然是明星,但这些年只有郑少秋一个人在挣钱,两人的生活还是挺精打细算的。 两人逛着逛着就买了份三明治,一起分支吃,关金华付完全后,就走到了旁边的化妆品柱柜挑选。 不一会就选好了心仪的护肤品。 果然,女人想年轻还得要手的饱养,饭可以不吃,但护肤品钱可不能省,不知不觉。 郑少秋与关金华已经结婚快三十年了,当年两人拍摄《处留香香》时,因戏生情后郑少秋带着亲就回归家庭,却始终放不下关金华,与沈殿霞生下女儿正心以后不久就离婚了。 1989年郑少秋与关金华结婚,沈殿霞、郑少秋、关金华三个人的恩怨,随着08年沈殿霞因病去世,也渐渐告一段落了。 当年,两人在风口浪尖中的结合,背负小三骂名的关金华,不得不退出娱乐圈,放弃事业回归家庭,这依然抵不住大众的愤怒。 每每被拍到两人出行的画面,都是鄙夷的评论,一夜间,关金华聪明星变成了那个人人喊打的小三,胜利上位后,又透露着失败者的凄凉。 与此同时,郑少秋的事业也一落千丈,大众完全不能原谅他们对沈殿霞的伤害,只盼望着他俩早日分开。 08年沈殿霞的追悼会上,郑少秋被邓光荣骂得狗歇淋漓,这是他这位子做的最差劲的事。 他不敢反击一句,只是默默脱下帽子,露出早已秃柄的头发,以这样的方式示弱,期望大家的原谅。 这几年,媒体多着重于郑少秋和女儿郑欣怡的关系,看到两妇女,有说又笑,郑欣怡也有所长进。 大家也放下了对郑少秋的成见,此时,他已经骑十一岁了,父亲和这个伴随了他大半辈子的称号,如今也终于可以慢慢放下了。 虽然不受待见,但郑少秋与关清华,也是打尸走过了一个又一个十年,这么多年他们相濡隐没,同甘故苦多年,再没有出现过第三者,也算是真爱了,旁人或许没有资格评判他们的爱情。 只是有时看到这样的场景,莫名会心疼陈殿霞,痴情如他,与郑少秋分开后未曾婚嫁,善良如他,最后也选择原谅郑少秋,也并未把本恨带给女儿郑欣怡,她带给大家这么多的欢乐,自己却不曾欢乐,这么好的一个人,应该要更加幸福才对的,上天真是太不公平了。